中国女排为何接连惨败 蔡斌最新摊牌说出大实话 李莹莹有幸无力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所周知那么中国女排的打完了日本女排这场比赛之后啊菲律宾战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 从目前第2周的整体征战来看呢那么中国女排可以说是接连惨败 虽然说前两场比赛我们拿下了B10以及加拿大 但总的来说这两个对手对于我们而言的不算是特别厉害的对手 所以我们即便是取得两年胜的也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关键是最后两场比赛面对美国以及日本这两个强劲对手呢 中国女排没有能够稳下阵来 所以这种的是大比分输给对手是名副其实的散败 所以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啊那么很多球迷的一方面非常痛心 也非常的有些不解为什么中国女排呢面对这两个劲敌居然输的如此的一塌糊涂 另外一方面有些球迷的其实也在反思也在思考中国女排 这一次输掉比赛的真正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之后的比赛又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们来回顾 最新的最后一场去面对日本女排的比赛当中其实可以看到在直播的现场啊 蔡斌就曾经在 暂停的时候去指导我们两个复工球员呢说出了一番大实话 而就是呢他这番大实话呢指出了我们中国女排这一次 惨败的一个真正问题 但很可惜啊在当时他说了暂停指出这些问题之后呢我们的球员在场上的表现 却并没有得到改变 回顾这场比赛的直播大家也可以发现在其中啊这个中途暂停的时候那么蔡斌呢曾经对着我们两个复工球员也就是 袁星月和王源源是说的这么一番话 原生呢非常清楚 他说不要乱伸手 拦不到就不要乱扑 宁可后排赤房 他们的后宫不中 这里的他们的后宫呢是指 日本女排 并且他说了我们中国女排呢根据这样的一个特点完全是有机会能够防起对手的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啊蔡斌的对我们复工方面那些问题呢也非常清楚 所以呢也希望了他们不要太过着急 不要胡抓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会导致出现更多的失误 也给到日本女排那边更多的机会 所以实际上的菜品已经指出我们中国女排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呢是比较着急另外一个呢复工方面的技术处理也没有做好 结果没有想到那个比赛继续开始之后呢那么像我们的复工球员也没有做好 那甚至呢影响到其他年轻球员呢也显得比较毛躁 所以呢基本上也就是瞎来 所以最终的导致我们这边失误连连的非常遗憾 输给了日本女排 所以可以说啊从蔡斌在这一次暂停摊牌说出的大实话来看的话 能够看得出来中国女排这一次输掉比赛呢 真的是并不冤枉也为我们的年轻的买了单 在此前呢我们一度以为中国女排啊通过第一周的比赛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能够一鼓作气赢下更好的比赛 但没有想到呢一稍微遇到一些更加厉害的强敌呢对方给我们制造一些难题之后呢 缺乏一些国际比赛经验的那些老啊这个年轻队员呢就显得比较毛躁也是比较着急 另外一方面的像袁星月这些老将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也是出了问题 所以最终呢才会出现这么遗憾的结果 所以说实话即便是林营这个主攻守这个得分点呢狂卡了27分呢 最终也是有心无力根本是没有办法配合大家了拿到更好的分数 因为呢我们知道中国排球啊包括很多的一些球类运动呢他都是一个团体合作的一个运动 如果说你一个人做好了其他人没有能够做好的话你再努力了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 所以可能接下来的话对我们复工甚至对整个球队这些年轻球员来说呢 后续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让自己更加稳定上来一步一步去追比分的话这一点非常关键 因为之后呢我们还要面对巴西女排这些非常厉害的对手 如果我们不能够稳先要挣脚的 可能第三周比赛还会去重蹈否则 重演第二周最后两场比赛的悲剧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拜拜 拜拜